拳击手是《环太平洋》里最呆萌可爱的机甲 这款机甲是由年仅15岁的天才少女阿玛拉所打放 它巧妙地运用各种废弃科技和材料 将其拼接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拳击手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怪兽入侵时 能够保证自己的安静 这款机甲最为出彩的设计 莫过于能够将身体变成一个大铁球 适应各种复杂的地形环境 由于采用极为特殊的陀螺驾驶舱 使得机身无论如何翻滚 驾驶员始终处于平衡的驾驶之上 这一技能在机甲界可谓独步天下 拳击手的身高虽然只有12.7 体重也只有276本 相比其他机甲显得格外描写 但在配上那原本骨的呆萌外 绝对是机甲界的卖萌担当 然而 由于拳击手是非法制作 在影片中遭到了保安冬日阿贾克斯的追捕 尽管拳击手使出纹身解数 一个照面就用烟雾弹成功将其弥补 但在阿贾克斯的无情电拳之下 拳击手最终还是没能躲闪成功 被电晕后带回墨浴栏基地改造 也看着小东西貌不禁忆 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成功扭转战区 在与合体怪兽的最终决战时 四台主战机甲纷纷战败 眼看怪兽即将抵达火山口 拳击手当即挺身而出 他给危险流浪者带来火箭推进装置 在推进器的帮助下 流浪者最终飞入大气层 准备用自己几千吨的重量 给合体怪兽来招从天而降的掌握 而拳击手则趴在流浪者身后 刺激而动 在撞击之前成功将两名驾驶员救走 拳击手虽然身形渺响 但其所展现出的勇气和智慧 却是无法估量的